财经焦点要带你来关心到了 去年的每股获利王是谁呢 答案揭晓 宏达电以EPS72.73元 再度的蝉联去年获利王宝座 比第二跟第三名的每股获利 整整是高出了两倍以上 至于公共股王王品 也以EPS12.45元挤进了前九大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高唱庸增业 获利果然跟着往前冲 去年以EPS72.73元 蝉联获利王宝座 远比二三名的硕核跟精华 多出两倍以上 今年初宏达电在台湾的市占率下滑 随着新机密集曝光 三周内下单量已经有两万只 加上26号又有新手机要发表 估计将有助业绩再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观光股王王品 也以每股获利12.45元 登上去年获利王第九名 在几乎是电子科技业挂帅的名单中 顺利取得一位 东森曾经新闻综合报导 金子科技业挂帅的名单 我们从来到冠军的时间